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会感到自己拥有了超越常人的力量 这种感觉往往会带来一种错误的优越感和控制欲 这种权力的诱惑主要表现为个人对操控他人或环境的渴望 这不仅偏离了灵性修行的初衷 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首先 权力的诱惑会让灵性修行者迷失在自我膨胀中 随着修行的深入 灵性探索者可能会发现自己拥有了一些特殊的能力 例如读心术 预知未来或治愈他人的能力 这些能力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和使用 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我比别人更强大的错觉 这种错觉会滋生骄傲和自负 让修行者偏离谦逊和慈悲的灵性道路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修行者可能会不自觉地将这些能力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而不是去帮助他人或促进世界的和谐 其次 这种权力的诱惑还会影响灵性修行者的人际关系 当一个人开始觉得自己拥有了比他人更多的灵性力量时 他可能会不自觉地将这种力量用于操控他人 无论这种操控是出于善意还是自私的目的 这样的行为不仅会损害他人对修行者的信任 也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破裂 更严重的是 当这种操控欲望不断增强时 修行者可能会开始无视他人的自由意志 甚至将自己视为他人的救世主或导师 从而走上了一条错误的灵性道路 此外 权力的诱惑还会让灵性修行者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 当一个人过于沉浸于自我力量的快感中时 他往往会忽视内在的阴暗面和未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处理 最终会导致灵性上的停滞甚至倒退 修行者可能会错误地认为 自己的修行已经达到了某种高峰 从而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这将极大地阻碍灵性成长 要避免这种权力的诱惑 首先需要修行者保持谦逊的心态 无论在灵性道路上走了多远 修行者都应该认识到真正的灵性力量来自于内在的平和与慈悲 而不是外在的控制力 修行者应该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动机 确保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出于善意和服务他人的目的 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 其次 修行者应该寻求一位有经验且值得信赖的灵性导师的指导 好的导师不仅能够提供灵性上的指引 还能够帮助修行者认清自己的弱点和不足 当修行者陷入权力的诱惑时 导师可以通过批判性思维和实践来帮助他们回到正轨 这种外在的指导对于抵抗权力的诱惑至关重要 因为在这种诱惑面前 个人的自知力往往不足以抵挡其吸引力 另外 修行者还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和慈善活动 通过帮助他人 修行者可以将自己的灵性力量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这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减少对权力的渴望 还能够促进内在的平和与满足 当修行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人的需求上时 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权力欲望会自然减弱 从而更接近灵性的本质 在灵性探索的过程中 财富的诱惑是一个常见的挑战 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商业化高度发达的社会中 当人们在灵性领域有所收获时 往往会面临一种将灵性经验或知识商业化的强力诱惑 这种诱惑表现为对财富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 从而偏离了灵性追求的初衷 灵性探索者在面对财富的诱惑时 常常会经历一个内心的挣扎 当一个人获得了深厚的灵性知识或修为 可能会觉得这些收获应该转化为物质上的回报 这种想法在现代社会中非常普遍 尤其是在灵性市场逐渐形成的今天 各种灵性课程 咨询和治疗服务层出不穷 这种市场化的趋势无可厚非 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通过自己的劳动 获得合理的回报 然而 当财富成为追求灵性的主要动机时 灵性探索者就容易迷失在物质世界的繁荣中 而忘记了灵性成长的真正目标 财富的诱惑不仅影响灵性探索者的内在世界 还可能改变他们对外界的态度 当财富成为主要的追求目标时 灵性修行者可能会不自觉地将灵性知识和能力 作为吸引顾客 赚取利润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 灵性本身被商品化 灵性活动变成了一种交易行为 失去了其原本的神圣性和纯粹性 这不仅使灵性修行者偏离了他们的初衷 也可能让他们变得狭隘 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而忽视了灵性的更高层次目标 个人的成长和世界的和谐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 当灵性探索者过度追求才富时 他们的灵性修行很容易变得表面化 为了吸引更多的追随者或客户 灵性修行者可能会简化或甚至扭曲灵性教义 以迎合市场需求 他们可能会忽视深层次的灵性修行 而转向提供更具吸引力 但缺乏实质内容的灵性产品 这种表面化的灵性修行 不仅无法带来真正的灵性成长 还可能对追随者造成误导 让他们错误地认为 灵性就是一种可以通过消费获得的经验 避免财富诱惑的方法之一 是时刻提醒自己灵性探索的真正目的 灵性修行的核心在于内在的成长 心灵的觉悟和对世界的贡献 而非物质上的获得 灵性探索者应该不断反思自己的动机 确保自己追求的是灵性上的风影 而不是物质上的富有 在这个过程中 灵性探索者可以通过冥想 静思等方式来加强内在的平和 减少对物质利益的依赖 此外 灵性探索者还应该学会分辨 什么是合理的物质回报 什么是过度的贪婪 获得一定的物质回报是合理的 因为这可以帮助灵性修行者维持生活 继续他们的灵性探索 然而 当物质回报成为灵性修行的主要动力时 这种行为就需要受到警惕 灵性探索者应该设立一个合理的界限 确保自己不会被物质利益所驱使 从而失去灵性的纯粹性 与此同时 灵性修行者应该寻找一个平衡点 在灵性与物质之间保持平衡 这意味着他们不应该完全拒绝物质世界 但也不应该让物质利益主导他们的生活 找到这个平衡点可以帮助灵性修行者 在追求灵性的过程中保持稳定 既能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 又能专注于灵性的成长 另外 与志同道合的灵性团体保持联系 也是避免财富诱惑的有效方法 这些团体可以提供支持和鼓励 帮助灵性修行者在面对财富诱惑时 保持正念和清醒 通过与他人分享经验和见解 灵性探索者可以得到更多的灵感和支持 从而更加坚定地走在灵性道路上 而不会被物质诱惑所迷惑 在灵性探索的过程中 虚荣的诱惑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陷阱 它不仅仅是对自我价值的误解 还会深深影响灵性修行者的 内在平衡与外在行为 虚荣心通常以一种微妙 且难以察觉的方式出现 它会让修行者过度关注 外在的表现和他人的评价 而忽视了灵性成长的内在本质 虚荣的诱惑通常起源于 人们对自我形象的追求 当一个人开始灵性修行 并逐渐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进展时 他可能会感受到来自他人或社会的认可 这种认可往往伴随着赞美和羡慕 使得修行者感到自己比他人更优越 更具有灵性 这种感觉本身并没有错 但当他逐渐变成一种对外在肯定的渴望时 虚荣心便开始侵蚀灵性的纯粹性 虚荣心的另一种表现 是过度追求在灵性社群中的地位 灵性修行者可能会陷入一种竞争状态 试图通过展示自己的灵性成就 来获得他人的认同与崇拜 这种竞争心态会让灵性修行者 忽视内在的灵性发展 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提升自己 在社群中的地位 当灵性成就成为一种社交货币时 虚荣心已经彻底吞噬了 修行者的灵性出心 在现代社会 社交媒体的普及进一步助长了 虚荣心的蔓延 许多灵性修行者会通过社交媒体 分享自己的灵性经验 心得或修行成果 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 当这些分享的初衷变成了博取关注 赢得点赞或积累粉丝时 灵性的纯粹性便被削弱了 灵性修行者可能会陷入一种 无止境的虚荣追求中 不断地寻求外在的认可 而忽视了内在的平和与满足 避免虚荣诱惑的关键在于 保持谦虚和诚实 灵性修行者应该时刻提醒自己 真正的灵性成长来自于内在的转变 而非外在的认可 每当修行者感到自己在追求他人的赞美 或社会的认可时 都应该停下来反思自己的行为动机 这种反思可以帮助修行者 重新聚焦于灵性的核心 确保自己的行为是出于真诚的灵性追求 而非虚荣心的趋势 与此同时 灵性修行者应该寻找一个平衡点 在与他人分享灵性经验时 不失去灵性的本质 分享灵性经验是一种有益的行为 它可以帮助他人启发灵性智慧 也可以促进自己的灵性成长 然而 这种分享应该是出于服务他人和贡献社会的目的 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修行者可以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来保持这种平衡 确保自己的分享是基于灵性的真实需求 而非外在的虚荣驱动 另一个有效的策略是保持对自己的诚实 灵性修行者应该勇于面对自己内心的阴暗面 承认自己的弱点和不足 这种诚实不仅可以帮助修行者抵抗虚荣的诱惑 还可以促进灵性上的深入成长 当修行者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时 虚荣心的影响力便会大大减弱 灵性修行也会变得更加纯粹和真实 此外 与一个值得信赖的灵性导师保持密切联系 也是避免虚荣诱惑的重要方法 导师不仅可以提供灵性上的指导 还可以帮助修行者识别并克服虚荣心的影响 通过导师的指导 修行者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 灵性修行的真正价值所在 从而避免陷入虚荣的陷阱 最后 灵性修行者应该学会欣赏内在的灵性成就 而不是外在的物质或社会认可 这意味着修行者应该更多地关注 自己在灵性上的进步 而不是他人的评价或反应 当修行者能够从内在获得满足感时 虚荣心的影响力将大大减弱 灵性修行也会变得更加稳定和持久 在灵性探索的道路上 自我中心的诱惑 常常以一种隐秘而深远的方式影响住我们 这种诱惑不是来自外在的物质 而是来自我们内心深处 对于自我价值和灵性优越感的渴望 当我们在灵性修行中有所收获时 是否会不自觉地开始过度关注自己的成就 并将他人排除在外 这种过度的自我关注 正是自我中心的诱惑 最具破坏力的表现之一 灵性探索的初衷是为了寻求 内在的平和和与宇宙的连结 但自我中心的诱惑会让我们偏离这一目标 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的灵性修行进入某个阶段后 会不由自主地将注意力 集中在自己的经验和感受上 甚至开始比较自己的成就 与他人的进展 这时 灵性修行真的还是纯粹的吗 还是说 我们已经开始将灵性探索 变成一种自我表现的舞台 这种诱惑的危险在于 它会让我们失去对他人需求的敏感性 当我们陷入自我中心时 是否会忽略他人的感受和需求 我们是否会开始觉得自己的灵性道路 比他人的更为重要 甚至在潜意识中贬低他人的精力 这种心态会让我们逐渐孤立 失去与他人和世界的连结 而灵性修行的真正目标 不正是为了超越自我 与他人和谐共处吗 灵性修行者应该如何应对 这种自我中心的诱惑呢 或许 我们可以先问问自己 我们的灵性修行 是否仍然服务于更高的目标 还是已经变成了满足自我欲望的工具 当我们反思自己的动机时 我们会发现 真正的灵性成长来自于超越自我 关心他人 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内在的风影 一个有效的策略 是通过服务他人来打破自我中心的模式 当我们将注意力从自我转移到他人身上时 我们是否能感受到内心的变化 服务他人不仅能帮助我们扩展灵性视野 还能让我们体验到真正的灵性快乐 这种快乐并不是来自外在的认可 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平静与满足 此外 保持谦逊也是抵抗自我中心诱惑的关键 我们可以问自己 在灵性修行的道路上 我们是否忘记了自己仍然是一个学习者 谦逊的心态让我们能够持续学习 接受他人的观点和经验 而不是陷入自我满足的陷阱 当我们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不足时 自我中心的诱惑将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 最后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灵性探索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它是否仅仅是为了我们个人的成就 还是应该服务于更广泛的人类和宇宙 当我们能够将灵性成长与世界的需求联系起来时 我们的修行将变得更加有意义和丰富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内在的和平与外在的和谐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个人的灵性优越感 灵性探索是一条通往内在觉悟和心灵平静的道路 然而 欲望的诱惑却是这条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无论是物质的欲望 还是情感的欲望 都可能使灵性修行者偏离正道 甚至陷入更深的迷失 当我们谈到欲望的时候 可能会想到财富 权力 享乐等世俗的追求 这些确实是常见的欲望形式 但在灵性修行中 欲望的表现形式往往更加隐蔽和复杂 首先 我们要理解欲望的本质 欲望本身并非邪恶 然而 当欲望变得过度或无法控制时 便会成为阻碍我们灵性成长的障碍 佛教中有一句话 欲望无止境 烦恼亦无止境 这句话揭示了欲望与烦恼之间的密切关系 当我们被欲望驱使时 我们的内心便不再平静 而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和对现状的不满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灵性修行便失去了应有的方向 灵性修行者可能会面临的欲望有很多种类 例如 对名声的渴望可能会让修行者变得急功近利 试图通过灵性成就来获得他人的认可与赞美 这种欲望可能表现在希望自己在灵性社群中获得更高的地位 或者在公共场合展示自己的灵性知识和经验 这种名声的诱惑让修行者失去了灵性追求的纯粹性 使得灵性成长变得表面化 缺乏实质性的进步 另一种常见的欲望是对物质享受的追求 在现代社会中 物质的诱惑无处不在 即使是灵性修行者也无法完全免疫 当修行者追求物质上的舒适和享受时 他们可能会逐渐失去对灵性实践的专注 这种欲望会使修行者陷入对外在物质的追逐中 而忽视了内在的修行 当物质享受成为生活的中心时 灵性修行便失去了其应有的深度和力量 除此之外 情感上的欲望也是灵性修行中的一大挑战 灵性修行者可能会因为对某种情感的渴望而陷入困境 例如对爱情 友情或家庭的过度依赖 这些情感需求本身并无错误 但当它们变得过度时 便会使修行者失去内在的独立性 无法专注于灵性成长 情感的欲望让我们的内心变得不稳定 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从而偏离灵性道路 灵性修行者应该如何应对欲望的诱惑呢 首先 我们需要学会认识和承认自己的欲望 欲望是人性的一部分 我们无法完全消除它们 但我们可以通过认识和理解来减少它们对我们的影响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被欲望所驱使时 便可以通过冥想 净思或其他灵性实践来重新找回内在的瓶颈 其次 我们需要培养对当下的满足感 灵性修行的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 学会在当下找到内心的满足 而不是一味追求未来的成就或外在的物质 当我们能够在当下找到满足感时 欲望对我们的影响便会减弱 我们的内心也会变得更加平和和稳定 这种满足感来自于内心的平静 而不是外在的追求 此外 修行者应该保持对灵性实践的专注 当我们专注于灵性实践时 欲望便无法轻易干扰我们的心灵 专注于灵性实践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内在的力量 使我们能够抵御外在的诱惑 无论是通过冥想 祈祷还是其他形式的灵性实践 专注于这些活动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内在的平衡 并减少欲望的干扰 最后 我们应该与志同道合的灵性伙伴保持联系 在灵性道路上 我们并不孤单 与他人分享经验和感受 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欲望时保持清醒 灵性伙伴可以提供支持和鼓励 帮助我们在困难时刻保持正年 不被欲望所左右 在灵性探索的道路上 过度自我批判是一个容易被忽视 却极具影响力的诱惑 这种诱惑往往以自我怀疑和内心焦虑的形式出现 让修行者陷入无尽的自我否定之中 过度自我批判的诱惑 会让人对自己的灵性进展感到不满 甚至对自身的价值产生怀疑 从而削弱他们的自信和内在力量 我们在灵性修行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再深刻的冥想或祈祷之后 我们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灵性要求 并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然而当我们无法立即实现这些目标时 内心的不满和自我批判便会随之而来 我们是否常常质疑自己的努力不够 或是认为自己的灵性修行进展缓慢 这种自我批判会逐渐累积 最终让我们对灵性修行失去信心 过度自我批判的诱惑并非无缘无故的出现 它通常源自于我们对灵性成就的过高期待 以及对自我要求的过度苛刻 在灵性探索中 我们可能会受到他人经验或灵性经典的影响 认为只有达到某种高度或境界才能算做成功 然而这种外在的标准往往并不适合每个人 因为每个人的灵性道路都是独特的 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 这种诱惑还会让我们忽视自身的优点和成就 我们可能会过分关注自己的不足 而忽略了在灵性修行中 已经取得的进步 每个人的灵性旅程都有其困难和挑战 我们在面对这些困难时 容易陷入自我批判的陷阱 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 然而 这种不断的自我批判会阻碍我们前进 让我们的灵性修行变得沉重且压力倍增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种过度自我批判的诱惑呢 首先 我们可以反思自我批判的根源 问问自己这种批判是否真的基于事实 还是仅仅源于内心的焦虑和恐惧 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自我批判的无根据性时 我们便能更容易地放下这种内心的重担 我们还应该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灵性修行并不是一条直线上升的道路 而是一个充满起伏的旅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败了 相反 这些挑战是我们灵性成长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学会以慈悲的态度对待自己 承认自己的不足 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的进步 此外 与他人分享经验和感受 也是克服自我批判的有效方式 当我们与他人交流时 会发现很多人也在面对类似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不孤单 这种功名能够帮助我们减轻内心的压力 并让我们更容易接受自己的不足 通过与他人的互动 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从而增强自信 鲜少自我批判的倾向 灵性导师的指导在这个过程中也至关重要 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 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过度自我批判的倾向 并引导我们走出这种内心的困境 导师能够提供中肯的建议和指导 帮助我们重新建立对自己的信心 并鼓励我们以更加积极的心态 面对灵性修行 最后 我们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灵性修行的过程中 而不是过分关注最终的结果 灵性修行的价值在于每一刻的体验和感悟 而不仅仅是达到某个特定的目标或境界 当我们能够欣赏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我们的灵性成长将会变得更加稳定和持久 灵性探索的目标通常是寻求内在的平和与心灵的觉悟 但在这个过程中 逃避现实的诱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陷阱 这种诱惑会让修行者过度沉浸在灵性实践中 从而忽视甚至逃避现实生活中的责任和挑战 逃避现实的诱惑会导致灵性成长的失衡 让修行者无法在现实生活与灵性实践之间 找到健康的平衡 当我们提到逃避现实时 很多人可能会想到那些过度依赖冥想 竟修或其他灵性实践来逃避现实困境的行为 这种行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种内在的不安或焦虑 这些情绪驱使人们转向灵性实践 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个远离现实压力的避风港 然而 这种做法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还是说它只是将问题暂时掩盖了起来 灵性实践本应是一种帮助我们更好的面对生活挑战的工具 而不是让我们逃避这些挑战的手段 然而 当我们过度依赖灵性实践来寻求逃避时 实际上是在回避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例如 一个人可能会因为在工作中感到压力 或在关系中遇到困难 而过度投身于灵性活动中 希望借此远离这些烦恼 但这样做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反而可能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因为现实的问题并不会因为逃避而自行消失 逃避现实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对灵性实践的过度理想化 当一个人将灵性实践视为唯一的就熟知道 并认为只要专注于灵性成长 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会自然而然的得到解决 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灵性实践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内在的力量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现实生活中的责任和挑战 真正的灵性修行应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现实中的各种问题 而不是逃避它们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逃避现实的诱惑呢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灵性实践和现实生活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相辅相成的 灵性实践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活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而不是让我们远离现实 当我们能够在灵性实践中找到内在的平和时 我们也应该将这种平和带入现实生活中 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责任 此外我们应该学会在灵性实践和现实生活之间找到平衡 灵性实践固然重要 但它不应该成为我们逃避现实的借口 当我们赶到生活中的压力时 我们可以通过灵性实践来平静心灵 但随后我们应该带着这种平静回到现实中 积极面对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 这种平衡的心态能够帮助我们在灵性成长的同时 也能够更好地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另一个有效的策略是保持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参与 我们可以问问自己 在灵性实践之外 我们是否也在积极参与家庭工作和社会生活 我们是否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应用灵性实践中获得的智慧和力量 当我们能够将灵性实践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时 我们的灵性成长将会变得更加稳固和有意义 与此同时 我们应该警惕灵性实践中的极端行为 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过度追求灵性而远离家庭 工作 甚至放弃一切世俗责任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逃避现实的极端表现 灵性修行不应该成为我们逃避现实的工具 而应该是我们更好的面对现实的助理 当我们发现自己有这种极端倾向时 应该及时反思 并是当调整自己的灵性实践方式 最后我们应该寻求一个平衡而整合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能够将灵性实践与现实生活有机结合 使我们既能够在灵性上得到罪养 又能够在现实中实现自我价值 这意味着我们既不应该过度依赖灵性实践 也不应该完全忽视它们 而是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平衡点 灵性探索是一条充满挑战与诱惑的道路 每个人都会在这段旅程中面临各种内心的考验 然而 正是这些考验使我们的灵性成长变得更有意义 无论是权力 财富 虚荣 自我中心 欲望 过度自我批判 还是逃避现实的诱惑 这些都是我们在灵性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障碍 但请记住 这些挑战并非不可克服的 每一次诱惑都是一次自我反省和成长的机会 重要的是 我们要坚持初心 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与动机 并且在每一次跌倒后重新站起来 灵性修行并非一条直线 它是一个充满波折和起伏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犯错 也会迷失 但只要我们坚持走下去 最终都会在这条道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 愿我们都能在灵性探索中保持坚定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放弃内心的追求 每一个小小的进步 都是通往更高觉悟的基石 请坚持下去 因为灵性的成长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 更是为了我们周围的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与爱 愿你在这条灵性的道路上走得稳健而坚定 最终达到内在的平和与真正的觉悟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